现在是早晨五点半 为什么这么早起来 因为我们今天要返回日卡泽 上午五八点钟的飞机竟然是 所以要早一点去机场 我们叫了滴滴师傅 哎你好你好 谢谢 来来来来 手包就放 手包就放前面吧 这早就过来了是吧 对我必须得提前到 不然的话要盼我知道 提前好安全带不错 好到达了 谢谢 13号 深圳 昆明大连西藏 啊 进入了机场 你好我问一下西藏航空在哪边办 屁啊谢谢 谢谢 好 细 到零区的 到零区的吗 不是到达萨了 哎不是到日卡泽了 这个是个机场的 是吗 对 有 坐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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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窗 现在已经6点47 我们来机场来走了 8点钟的飞机 进来之后还要等一个多小时 先找到登机口 现在是7点02 我们还有时间来吃个早餐 吃个赛买胃 本来是打算吃肯德基 但是肯德基太远了 走过去 今天吃了早餐上飞机就直接睡觉 一觉坐到这卡泽 吃饱饭 我们现在去我们的登机口 其他航空一般都是在地下 还要坐百度车 它这个挡桥不能直接通过去 哦这还有足疗按摩 哦 抱歉 欢迎您您好 欢迎前进 你会放这边吗 你坐这边都可以吗 好的 没事 没关系 要测的放进去 现在已经7点54 我们8点钟的飞机 刚刚登机 马上就要离开成都了 回到日卡泽 气温估计要急剧下降 看看成都早晨有多少飞机 我现在目前眼睛放眼望去了 就有1234567 7台包括我们8架飞机 在这等待起飞 成都今天天气不太好 希望日卡走天就好点 不让下去 就我穿这一身 顾摸着得呗 冻在机场 我还好车就在机场停着 离开成都了 哇今天天气果然是有点雾霾啊 这个雾霾还挺严重的 起飞不久呢 我们就看到从 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的这个分水里 就是这一排山 让海拔迅速下降 大概3000米左右 下边就是成都 远处的那个白白的一条线 就是西藏的边边 好像雪山还是挺漂亮的 这位飞机 从成都出发之后呢 一直都在爬山 都在上山 一路都要上山 我们甚至能从云海中看到一些山的山顶 看这一片海拔应该是很高的 因为中间有个特别高雪白雪白的山 时间来到了10点21分 就要着陆了 警察的车人的安全带 靠好自己 使用这条是飞行模式 和关闭状态 谢谢 哇 从这边 热喀泽机场这边降落 它是在一个河谷里 所以我们下边看到的都是河 这个看 对 可以看到河 地形好奇特 一杯吃早饭 要不要再拿两碗 那边我上飞机之前吃过了 那还行 好 这直接走过去了 不要摆渡 就这样我们出了安检 小车 它在这儿停着 希望它满电 因为我走的时候看一下监控 我忘关灯了 应该是有电了 我对我慢锁了一下 靠密码现在打不开了 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是 锁的是 三重锁 所以必须要靠钥匙加密码才能打开 还有洗的衣服 即便这样我们的电还有99% 没用电就 一边自己打开吧 这种走出洗的衣服 哎呦 划卫生间去 窗户打开 先让太阳进来 我们还要在车上稍微收拾一下 才能走 因为你看看我们的 皮箱 还有 哎呦 手包 哇这个皮箱 灰的呀应该擦一下 算了 胳膊感觉好像是扭到了 哎呦 地先不擦了 一切正常灯 我走的时候只是忘关了一个这个灯 所以看起来这个车好像是 从晚上看吧 外边好像是应该是看着像有人的 好 我们进来之后呢 首先第一步 要把我们吃饭交口事先摆出来 吃饭交口事 全是吃饭交口事 全是吃饭交口 我这是 娱乐的 这个 暂时我看这个装在这里吧 我用充电 调烟 这好像平常用的 看看 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 基本上这个包包里边 背的都是我们常用的东西 等会儿泡个茶子离开 许久没有工作 这好像感觉多少应该是有些伸疏啊 哎呦 这是我们一下来不应该 剧烈运动的 我会再把皮箱擦一下才能收起来 不然的话这个 放上去我们的车 就糟糕了 好 全部收拾完毕 花了一点时间 这样正好 这样正好 和大家分散一下 都挤在那个时间 哦对 还有没收拾完呢 突然想起来 卡子的窝 卡子窝也收拾完毕 好卡子窝也收拾完毕 走啊 今天就在市里边住车吧 早上洗太早了 困了 还想去睡一觉